在英语中用be还是用do be动词包括m is on 住动词常见的do does did 怎么用 看句子当中有没有动词 无动员就用be 有动员就用住 有没有动词原形特别重要 第一小题 他是一名医生吗 在这里没有动词原形 无动员就用be 主语是she 所以我们用ese 他们在学校吗 句当中没有动词原形 无动员就用be 主语是they 所以必动词选用or 你喜欢离吗 在这里like有动词原形 有动员就用住 主语是you 所以主动词选用do 他有一些书吗 在这里有动词原形 有动员就用住 在这里主语是she 所以主动词选用do 在这里注意了 doing它不是动词原形 无动员就用be 主语是you 所以用or 你学会了吗 点赞关注 词原形 你学会了吗 flo disci 我